HELLO 大家好,又是我樂波多團長星 我今集想介紹一下養馬的攻略心得 首先要興建馬少屋才會觸發相關的劇情 在第一年的沖天18號有賽馬日 而我就是9號開始找NPC 最終完成的日子就是17號 而我猜測有三天的時間是他的公休日 所以他沒有工作,所以就花了8天的時間 好,來到賽馬日子 賽馬由三個人組成 按L的遙控桿就可以變換跑道 按A就可以跳過障礙物 當你撞到障礙物就會減速 如果你拿到胡蘿蔔或者送你跳過障礙物的話就可以加速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練習先 練習完之後就會直接進入比賽 再次跳過一天 可以減速到最大一天 我看會減速度 好,減速度 速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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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拿到冠军的话,你比赛完之后就可以问镇长拿个奖杯放在家里了 兴建马少屋,需要5200元,40个软木材,31个普通木材,19个硬木材,12个石材,30个铜铁矿 NPC完成的时间是要5天的 而当中最快砍到的树就是这个软木材 第二就是普通木材,最后就是这个硬木材 如果真的不够木材的话,可以之后才去森林区再砍树 当你喜好之后,你只要到动物屋就可以领养马回去 那你就可以直接骑着马 当你骑着马的时候,你是打不开你的清单 要落了马才行,每天跟他聊天,用策子帮他刷身 都可以加外心值,而策子就可以在这个动物屋用500元买回来 如果你附近有很多资源要收集的话,你可以叫马跟着你 就算你过了版图的话,马一样都会跟着你 如果晚上把马留在牧场以外的地方 你回家睡觉,第二天的马就会自动回到马少屋 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外心值 所以最好晚上也是把马放回牧场里 好,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,帮我点个赞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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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